公司封印蘇兄朱祁鈺 對F9主播很感冒 大家還記得追焦 轟動尾牙咽的倒奶昭嗎 日前在咱們蘋果創下 超過55萬點閱率呢 欸 主角就是她 還與新問題F9女主播朱祁鈺 據傳她遭公司下令不准再接活動 年年也將從此 你餓了嗎 她在直播節目深夜食堂介紹 韓式料理 還與光劍千金張曉飛同台呢 近哲哥哥巡線來到現場 求證網友肉搜出的性感比基尼 照是否為本人師朱祁鈺 因此大變 怎麼拿到這照片 這是旅遊時拍的啊 不要這樣 我要那件是名設計師的禮服 要叫十幾萬耶 但不是我的 而且我對F9主播這名字很感冒 那就姑且叫你肉肩主播好了 只是她們會不希望主播是在 就是有綜藝的效果這樣 朱祁鈺過去就被爆料 曾經和王金平兒子交往 爬回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 搞不好人家都結婚生子啦 新聞出來後 同時收到好多朋友簡訊說想認識我 臉書膚淺思訊多得不知道怎麼辦 一堆都說是某真妖的兒子 家裡是開什麼公司的人 真的很不舒服耶 而且我不喜歡正二代或富二代 我並不缺錢好嗎 娛樂動新聞 而主播生氣了 報導